欢迎大家来到一哥正传的第一章的第二节 第二节我们讲的是纸板正交正守卫连续进攻 我们学会第一章以后基本攻正守动作的基础以后 我们现在下一步进行的是连续攻 连续攻在比赛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们可以看到江家梁 刘国梁 何志文 倪夏莲 这些有正交的选手们 他们在打起比赛来一旦抓住机会的时候 正守连续攻三板四板五板这种连续快速的进攻 在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很大的优势或者说直接得分 为什么说纸板正交连续攻是重要性这么大呢 因为纸板正交如果你没有连续攻只有一板的话 对方一旦防过来你再打回去 这个球如果你是防回去而不是连续进攻打回去的时候 对方就有机会一板抡死你或者一板拉死你 所以我们在这第二节里边我们讲一个纸板正交连续攻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个给大家演示 我第一章讲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的前臂 纸板正交连续进攻 我们的前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讲的是手 只是手 前臂你的这个收缩 既然是连续性嘛 你看打起来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吞吐收缩的动作 这样的话呢连续性才会好 那第二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的这个腰部和腿部 一定是要绷紧的用身体带动我们的这个前臂 带动我们的前臂 动作就是这样 我现在呢侧面给大家也看一下 还有重心交换 连续性进攻的话呢我们身体一定要绷住劲 不能是这样 如果打出来是这种感觉的话 这个球打过去不紧凑啊 也没有连续性 而且发力呢也会比较松散啊 打过去球没有数 所以我们刚开始练习动作的时候 一定啊有一个这种绷紧的感觉 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不用去这个用前臂 但是身体一定要绷紧啊 把这个动作掌握好以后 然后我们慢慢的去加前臂 去加前臂 快快收快收快收 尤其是在挥手这一下 拉手的时候呢可以慢一点 但是我们挥手的时候 这下一定要有突然性 我一直在讲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们感觉在打寸拳的感觉啊 这种爆发力一定要强啊 所以呢这个前臂的爆发力 你看尤其是在接触球收缩那一下 一定要快 一定要加速 不能是匀速运动 匀速运动的时候呢 球打过去是没有质量的啊 那现在呢我们啊 到球台上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 我们现在打的时候呢 可以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可以从正手基本功轻打 然后慢慢的进入正手连续功 我们正手连续功的时候呢 不一定要非发死力 啊 我们可以从30%这种基本功啊 打基本功的时候 慢慢的力量往上调 得到60% 70% 80%啊 然后一般的话力量 你用80%就够了在比赛的功 100%的话 那就不是连续功了 那就是大发力了啊 我们现在可以啊 刚开始的时候 这种基础动作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很发力的时候 收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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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现在用的是30% 50%的力量 30%呢是用轻打的 50%呢是用的连续功 啊 然后我力量一点点 收强力 收强力 用我俱整弓 小臂 加力 收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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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再大一点 我们一般打这个 正手基本功的时候 我们的基础点 一般打的是上升期 上升期就是这样 上升期 但是我们在打连续功的时候呢 不要打上升期 因为这个时候呢 非常容易出错 就是我打上升期的时候 这个球还没有膀子高呢 啊 容错性就特别低 我们打连续功的时候 球点稍微放高一点 啊 这是上升的这个中期 啊 不要上升前期 上升的中期 我们去打 啊 或者说呢 也可以说打高点 你看 打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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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定要选择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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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要绷紧 身体一定要绷紧 我们在这个打连续性进攻的时候 进台里 尽量不要用大臂 不要去有这种感觉 去推出去 只要你联系到大臂的时候 你的进攻速度马上就会下降 感觉会下降 所以呢 我们在这种快速进攻的时候 进台 一定是身体和钱币 手腕呢 尽量取固定 好吧 这样的话呢 你们在比赛的时候 连续性进攻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也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的全球 打发走 你们在那个球场上 对 你 ر辑 两分钟 一分钟 哦 可以 赶紧 如果 能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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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